岁月无常,让人失望也给人略想,没想到一场戏剧般的婚姻,却让我因获得福。 我家在一个小县城里,家境很一般,没有太多钱,可我们总要给我弟擦屁股,我们家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,所以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,弟弟受尽宠爱,但他身在福中不知福,小小年纪整天不务正业,只知道床货,不好好念书,经常泡在网吧里,喝酒大群下, 跟一群狐狠狗友,把坏事做尽了,爸妈没少担心受怕,同时还要跟着补窟窿,这些年因为家庭的原因,我一直没有谈过恋爱,后来我弟弟好不容易谈了恋爱交上了女朋友,聊聊爸妈一桩心愿,家人都非常开心,可是女方家里要求,必须有房子才能看女儿跟我弟弟结婚。 否则想都别想,家人很伤心,不知道去哪里凑够买房子的钱,爸妈说他们有一个办法,但是对我很不公平,所以一直很为难,考虑再三。 最终,我妈找到我,说给我三个衣,门好亲事,我这么大年龄了,眼看着弟弟都要娶媳妇了,可不能剩下。 我问了好多遍南方家是哪里的,人体怎么样?我妈总是支支吾吾,好像刻意在隐瞒什么。 最后终于得知,我妈给我找的老公,是镇上有名的家暴男,大家北地里都说她的老婆受不住她的暴力行径,怀着孩子跟别人跑了,但是他们家里很有钱,能帮助我们家解决弟弟房子的问题。 所以我爸妈才动心了,劝说我几块同意,知道事情的原委后,我哭着不肯答应,一遍又一遍地恳求我妈,不要把我换火坑里推,跟我妈以死相逼,说只有牺牲我才能挽救我弟弟的婚姻,让我不要任性,我对他们彻底绝望,最终答应了。 可谁知我嫁过去以后,这个传说中的家暴男却对我很好,我很惊讶,就询问之前的事情,她沉默两久,把之前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了我,其实她有弱经症,很难有自己的小孩,亲子是自己出轨怀孕了,倒,打一盘污蔑她家暴,然后可以不用受任何人道义上的谴责, 跟别的男人远走高飞,其实她才是婚姻里的受害者,我听完以后,无畏惩杀,感慨落泪,一时不抱期望的婚姻,此刻却柳暗花明,老公对我很好,婆婆她们认为老公散二婚,可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,觉得亏对于我,也对我很好,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,过几年如果没有怀上孩子,我打算去领养一个,当前生的养,大家说这样可不可以?